Hello 大家好 我是Crystal 最近天氣開始轉涼 相信大家都入手了不少大衣 外套 冷衣等的餘寒衣物 但每天打開衣櫃的時候 不知道你們又會不會很困惑 應該要怎樣穿才可以保暖又不用腫呢 看完時尚大人的示範 發現答案原來就是多層次穿搭法 今集Style TV 就和大家分享一下這個Layering穿搭潮流 為你這個冬天帶來一些實用的配搭靈感 進靈衣是冬天其中一樣的必備單品 不單止可以保暖 還是打造Layering造型不好或缺的配件 只要在瓶領衣裏面穿上圓領衣 或者是襯衣 整體的造型層次感已經可以大大提升 黑色的瓶領衣可以說是最實用不搭 實無出錯 如果想造型沒那麼單調 可以穿上其他顏色的瓶領衣達致撞色的效果 或者利用比較換味的斗縫式瓶領衣 穿在外面當做披肩 都很有氣勢 而大佬就絕對是冬天的must have 除了擋風保暖的功能之外 大佬其實在Layering穿搭上面 都擔當著重要的角色 一件顏色豐富或者印有圖案的大佬 就可以令到原本簡單的冷衣 或者是整式的內搭變得搶眼起來 整個型都因此變得亮眼 更可以為低溫和陰沉的冬天 帶來年輕又有活力的氣色 另外大佬可以不單止穿一件 以不同材質或者不同風格的大佬 作為Double Layering 不單止可以加倍溫暖 更加可巧妙地襯出豐富的視覺效果 例如以棒球褲襯乾濕褲 牛仔褲襯泳褲 細臟褲襲魚湯 令到造型充滿新鮮感 盡顯mix match的功力 除了大佬這個重點元素 連身長裙都是冬天非常重要的單品 低溫的冬天 又保暖又可以散發女性美 就要靠連身長裙了 飄逸的裙擺令到冬天的衣座穿搭 感覺更加輕盈 搭配同色系的上衣和外套 還可以減低冬天Layering造型的口重感 除了最保守的全黑和全白 一身monotone的粉色 大地色系都是不錯的選擇 看了那麼多時尚大人的Layering穿搭 今個冬天大家都不需要再擔心 配用以上Layering配件 不單止可以抵擋寒冷的天氣 還可以將造型提升好幾個層次 好了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民族的Q� 我認同 看了 妙在 我認同